一樓民宅传出尖叫声 诸乎探头看发现情况不对劲 碰的医生关上车门 歹徒抢辱人之后立刻蒙踩油门扬长而去 不过整个犯案过程全被拍了下来 远景第一时间以车追人 最后将嫌犯一网打尽 不过为了什么竟然大白天上演 当街辱人 原来嫌犯和国外的诈骗集团联手 在网络刊登高薪资海外打工 侦采广告 一名被害女子应征后才发现是骗局一场 没想到却遭到嫌犯拘禁殴打 甚至还被逼签下本票 不过海外求职遇陷阱 类似情况还有这一件 刑事局日前获报六位民众在机场 办理登机手续 不过神色慌张 细闻之下才知道 原来他们要到柬埔寨担任临时工 警方怀疑事情不单纯 追查后发现原来他们也是遭到诈骗 警方循现追查才发现 诈骗案件幕后都有帮派主导 主线分别是天道蒙部导会 三英会长曾姓父子 还有竹联邦东唐大哥 海外求职陷阱多 民众应提高警觉小心求证 免得被骗出国后求助无门 继续文赖心颜凯旭采访报导